案發後,匪徒鎖駕駛的七人車停在路中間 警方圍上封鎖線調查 星期二晚,警方接獲一個男子報案 說他駕駛的客貨車連同每條重約一公斤 合共八條金條在洛馬州州頭村被兩個男子劫走 據了解,報稱地盤工人的事主 為朋友做司機運送金條,至今已運送四次 他當晚如常受託,將車拍在事貨位置後 就在車內睡覺等交收 就在期間,突然被一輛七人車同一輛私家車攔截 車上兩名匪徒下車,遲刀打爛車窗並指客事主 匪徒拆完車後便把車洗走 而另一個匪徒便洗走自己一輛私家車 而原本駕駛的七人車便留在現場 其中,駕駛私家車的匪徒到車時,意外還拿一輛的士 的士司機亦在現場協助調查 兩個匪徒各自一把彎刀,身高大約1.7至1.8米 其中一個人身材強壯,另一個人中等身材 同樣是戴黑色鴨嘴帽,穿黑色外套,黑色褲和黑色口罩 警方將案件列作搶劫案展開調查 我們下期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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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請問 我們下期見